其實是到今年7月底 中央政府的債務未長餘額 實際上是5兆7538億元 比較蔡英文政府上台時候的債務 是5兆3988億元 增加了355億元 蔡政府所謂的還債 其實是舉薪還就壞 政府的債務卻越還越多 大家都一直在標榜說 他上任之後其實還了多少的債務 那政府的稅收連連操政 可是這個債務也屡屡創新高 雙雙破紀錄 顯示超徵的稅收 還沒有辦法來填補 擴增收支的缺口 所以民進黨的執政耗盡資源 事實上他是沒有結智 然後他已經背離了永續的原則 那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呢 其實從105年度開始到110年度的稅收的超徵 金額的總計是8069億 我們這邊有一張牌子 每年超收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總共他上任之後 1055年到110年 總共稅收超收了8069億 那去年度呢 光一年就超徵了 4,327億元 那大概是我們的稅錄 兩兆4,415億元的17.7% 那財政部的預算數字跟實際的數字 它有五分之一的這樣的一個落差 顯示我們的政府的一個財政數字的管理 非常的失靈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要引用一句 萬曆15年的一句 分析大明王朝護王的一個治理失靈 就是欠缺數字化的管理 然後他非常的 戶虛不戶實 所以呢今天我們跟幾位老師 還有那個我們黨團的立委 來開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其實政府跟徹議都把這樣的一個治理失靈 就把它美化 這樣的一個超收的一個金額 把它美化成好事一樁 當作基增行政的一個績小 但是數字實在是太離譜了 所以近年來他就慢慢去低調 就說這個是實增數大於預算數 用認知作戰的方式來掩蓋 這樣的政府的一個無能 那這樣一個很詭捷的一個貓咪 其實就是因為稅縮操增了 一般被稱為看不見的預算